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以害物影吉卯以宠 这个八字的提问者说 他日主很弱 他是生弱之人 然后你看煞又两透 又有根 非常的强旺 根本的无字 是两煞都没有透支 他的命 活不久了 命理师这样跟他讲 他自己也吓得屁滚尿流了 我们等来看看 到底有没有这一回事 其实我都会觉得 有的时候连提问者 他的那个问题 都非常非常的有学问 你看 煞两透无字 命不长矣 日主其弱 有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有学问 可是实际上跟批命没两个 没关系 我们来看 其实 有这个戊土 两个木杀不进去 这个戊土可以挡的 他都客他 客他 都可以挡的 所以说没有那一回事 然后再加上他现在是什么运 灵火运 木生火 火来生土 日主 一点事都没有 我们来看地支 尹亥河 好啦 假设挤土等于地支的丑土 只丑河 卯木要克谁 卯木要克谁 我问你 梅德克 对不对 他卯木都没得克 所以说基本上他会不会有问题 他连一个地支相同日主 跟相同五行的 日主相同五行的 都没有受伤了 各位 他的八字其实杀根本就不会要他的命 反而他的工作运会很好 他的工作运会很好 我们来看他下一个大运 他下一个大运是乙亥 三个木来克一个戊土中行了吧 不会有事 就是不会有事 地支 水生木来克丑土 这时候地支才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说他其实是地支的日主 在下一个运会受克 他会闷闷不热的 他会闷闷不热的 这个地支的日主受克 严重性没有直接日主受克的枪 所以说有的时候会太怎样 就是说 自己太瞎过操心了 自己太瞎过操心了 他的这一种状况 其实以我们来讲他的用神就给他火就好了 火就不错了 给他火就很好 所以说他其实真正要担心的是什么 他地支这个小伤这个无所谓 这个戊土 这个戊土一旦不在的话 你看有几个萤幕 两个萤幕就真的会杀进去 那个压力就很重很重了 那个就会很重很重 所以其实他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戊土其实保护力很强很强 他的保护力很强很强 反而要担心戊土消失的时候 他要担心戊土消失的时候 这一种情况 假如戊土消失了 因为还有丙火 所以说在这一个运里面 他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而且工作运各方面都会很不错 各方面都会很不错 所以说有的时候学的太多 或者是太有学问 真的拿来吓人用的 拿来吓人用的 其实这个八字本身没有多大问题 他是下一个大运 问题才会比较严重一点 是因为他地支的日主受克 当他地支日主受克的时候 地支日主受克的时候 他的内心就会比较不安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比对 天干跟地支 到底哪一个会比较重要 依照那个比较重要的 给他五行 他可以用火也可以用金 这个两个都可以用 来说天干用金OK 用金也OK 那这个是天干跟地支共用的 这一个是天干 没有 这个是天干自己可以用的东西 所以说火跟金一般来讲 我们会倾向用金 或倾向用金 这个八字基本上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 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 只要戊土在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说其实戊土是他这个主要 这个八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只要有戊土在 乙木没办法去克己土 只要有戊土在 乙木就绝对没有办法克己土 但是只要戊土不在 下一个大运是乙害大运的时候 乙木就会直接去杀 己土了 乙木就会直接去杀己土了 所以说他的一个运程来讲 下一个大运的运程来讲 他的祭神就要特别注意几个 第一个 癸水 第二个甲木 第三个己土 这三年他就要特别特别去注意 这三年他就要特别特别注意 其他的戊土几乎 当然戊土也有可能 这四个 这四个他就必须要 他这四个四年 这十年当中的这四年 就要特别特别注意 会处在日主授克的一个情况 有这四年 所以说他下一个大运 的用神就会倾向 用金也可以 用火也可以 假如是日主授克 我一定会直接用火 我不会用金 其他六年假如没有日主授克 因为天干地支都可以用 那就会用金 所以说他的用神会不太固定 日主授克用火 日主没有授克的时候用金 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运势的判断 这个是一个整体运势的一个简易的判断法 因为他每年每年的状况不太一样 所以说其实八字 必须每年批一次 让他知道说今年该怎么做 什么时候该注意 这样子 所以说他这个八字没有多大的问题 没有多大的问题 只是自己在下自己而已 自己在下自己而已 所以说这个字保得住就没问题 这几个都会是祭神 这几个都会是祭神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